本色的花朵在纸上 渲染出亮丽的色彩 树木交错在山轮间 形成一幅幅直信的水墨画 而书法字体更是千变万化 除了行书 楷书 甚至到甲骨文都有 让人叹为观止 老年人我觉得没事 来写写书法是蛮好的 因为动手又动脑 然后有一个生活的重心 这样展览也蛮好 让在座的同学 有一个成就感 无形中我也在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很多的做人道理 他们的历练比我更加深 可是他有了国画 或是甲骨文这个画画 或者是书法的话 他有个寄托 那他来上课之后 回到家里就有心 在学习这些东西 等于学到老活到老 我想对他的生活 也增添了很多乐趣 来自信义区的长辈们 参加信义老人服务中心 开办的水墨画书法教室 全都练就一手好功夫 因此跟信义区公所合作 举办《乐林一路活药依旧》书画展 展现长辈们的艺术常才 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乐林学习的经验之后 其实我看他们的一个生活的 愉快的感觉 其实真的都有一点落差 而且在这边交到新的一个朋友 然后也跟老师就是做一个很亲密的互动 那在社区里面 其实老人家有很多参与志工的部分 包括我们很多的礼的巡守队 然后还有我们防灾的救灾复原 其实很多老人家都贡献了他的心力 我们希望呢 在信义区的这个老人家呢 都能够在信义区的这个社区里面 一起学习 让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非常的充 这个丰富 然后呢非常的健康 这场书画展从即日起到9月30号 在信义行政中心一楼及六楼展出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观赏 为这些活到老学到老的长辈们加油打气 开播大台北书位新闻曹灯华采访报道